Delta变种病毒造成了美国确诊案例人数暴增 死亡人数在7月极深 平均每天有769人死亡 是自4月中以来的新高 8月17号的死亡人数更是来到了1017人 相当于每小时夺走了42条人命 医疗体系濒临崩溃 南部依旧是这一波疫情的核心热区 CDC统计数据显示 佛罗里达州上周通报了 近两万六千起的新病例刷新记录 由于最新数据显示 疫苗抗体量会随着时间下降 对Delta变异株感染的保护力较弱 因此CDC宣布从9月20号开始 将对所有的成年人施打第三剂的疫苗 和第二剂的间隔时间 必须要达到八个月 专家表示美国现有的疫苗 对病毒的效力 无论是轻症或重症 从6月底Delta变异株 尚未成为主流病毒株前的 百分之七十四点七 下降至八月初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一 因此接种追加剂 能够提升体内的抗体 至少十倍 由于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疗养院的居民以及高龄者 当初是最早接种疫苗的族群 因此他们预计也会率先施打 这一家计 第九家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